这是公元前15世纪的罗马 没错 什么也没有 等到了公元前60世纪 地图上才出现一点点罗马的痕迹 我们放大 放大 放大 再放大 好 就这个村 罗马村 至于罗马村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有一个神话故事 话说希腊有个城邦叫特洛伊 公元前13世纪 希腊人和特洛伊人 爆发了特洛伊战争 结果希腊人用木马迹攻破了特洛伊 城里有个帅小伙 长得跟我差不多的那种 带着部分人逃了出来 最后流浪到了意大利半岛中南部的台博河南边 然后这帅小伙就遇到了当地一个国王 国王是个大凶贵 一边抚摸小伙的肌肉 一边说 小伙子不错呀 肌肉很发达呀 请保持距离 我要把女儿嫁给你 于是特洛伊的帅小伙就当上了驸马爷 继承了王位 他的手下和当地组织融合 寻思了一个全新的人种 拉丁人 这国王一代一代传 传到第14代 出事了 第14代国王的弟弟 是个意大利版的李世民 哥哥就是用来砍的 然后他就把国王哥哥赶下了王位 好在意大利版的李世民比较文明 他并没有杀掉国王 而是把国王的儿子砍了 所以我管他叫温和派李世民 好好好 这叫王位文了 但国王还和女儿活了下来 他剩下两个大胖小子 按照欧洲的习惯 女儿生的儿子也有合法继承权 所以这位李世民就派人 把俩小孩扔台博河里了 结果俩小孩飘儿飘儿的 遇到了一只母狼 你们有点太美味了 也有点太小了 我要把你们养大再吃 然后母狼就把两兄弟叼走喂奶了 结果两兄弟喂大之后跑了 这个时间大概是公元前753年 所以罗马人会把狼头和狼皮扒下来 给军队的军官穿上 以纪念母狼的养育之恩 什么地狱笑话 两兄弟就在台博河边建了个村 因为哥哥叫罗姆卢斯 所以村子就叫罗罗罗嘛 当然毕竟这是神话故事 什么是神话 神话就是瞎吉儿编 比如神话传说 蒙大人的作者天兵天将转世 跟猪八戒曾经是同事 你信吗 同样道理 罗马人也是吹牛 还特罗伊人后代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研究 罗马人的祖先 其实就是一只外来的蛮子 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定居意大利 因为定居的地点叫老拉蒂姆 拉蒂姆 拉蒂姆 最后就读成了拉丁 至于罗马人的老祖宗 罗姆卢斯 其实就是个土匪头子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过此路 买路牵拿来 而罗马城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什么城 咱们中国人的话 叫土匪山寨 比如清风寨 瓦岗寨什么的 所以一开始的罗马城 应该叫罗马寨 当然不管是城还是寨 都需要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 所以土匪头子罗姆卢斯 就整出了个义士机构 拉丁语叫Senatus 这个词 是从拉丁语Senex 变来的 意思是长者 非常少人尊敬 所以汉语就翻译成了元老院 而进入元老院的人 就是罗马的贵族 说白了 就是土匪里的大哥二哥 一直排到300个 元老院有300人嘛 比水湖里108个好汉 多192人 我管罗马人叫 台伯和好汉 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罗马寨里 毕竟是一区土匪 土匪就没人愿意嫁 就跟梁山贼寇一样 108个人里 总共就仨女的 所以土匪解决婚姻问题 基本靠抢 但罗马人不直接抢 抢没技术含量 所以制作星 罗姆罗斯一拍脑门 哎呀 咱这么办 什么方法呢 借鉴免被诈骗的方法 智取邻村妇 首先 谎称自己在举办 大型音乐节 邀请父亲村都来参加 周围年轻人一听音乐节 就傻不垃圾过来凑热闹 等这边玩正嗨的时候 罗马罗斯一声零下 紧接着就开始瓜分女观众 当然男观众我估计也分 毕竟人的意志是自由的 不应该过多干涉 你看 是不是跟缅北那套差不多 所以说罗马正统在缅北 但凡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 肯定要派人解救 所以被忽悠的村子就派兵 这个派兵的村子 在罗马力上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萨宾 萨宾村 萨宾村自称祖少来自斯巴达 不过大概率跟罗马那个 特罗伊后代一样 都是瞎吹 强行认祖宗 用中国的说法叫 姚拜维斯巴达后代 萨宾人攻克了罗马外围的木栅了 眼瞅着就要成功了 结果被绑架的女人突然站了出来 我觉得这些土肺很man啊 诸位 这就典型的斯特格尔摩综合声 萨宾人一看愣了 整个头上都是绿油油的 顿时他们内心崩溃 痛哭流涕 他们选择了原谅 最终 萨宾人跟罗马人握手言和 甚至一部分人因为惭愧 还加入了罗马 这什么狗血剧情 跟萨宾握手言和之后 罗马开始对外扩张 在北边有一个强大的文明 伊特鲁里亚 伊特鲁里亚这词 在中国挺冷门的 但实际上 人伊特鲁里亚才是正儿八经的 意大利文明 我管他们叫真正的意大利人 有个东西叫拉丁字母 包括英语啊 法语啊 西班牙语等等这些语言 用的都是拉丁字母 当然俄语不是 俄语用的是西里亚字母 一般认为 拉丁字母是罗马人发明的 但实际上也再往前追溯 拉丁字母真正的源头 其实是伊特鲁里亚字母 在罗马刚出现的时候 整个意大利北部 都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地盘 有人就问了 那为啥这么流皮的文明 我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因为呀 伊特鲁里亚被罗马灭了呗 伊特鲁里亚本来就是个城邦联盟 跟希腊一样 一个城就是一个国 打起战篮 有军有难 不动如山 死了而真活该 距离罗马最近的一个伊特鲁里亚城市 叫菲德奈 不给你现在插地图 这地方已经是罗马城的一个区了 菲德奈城就觉得 罗马这帮土匪太猖獗了 不光抢钱 还管卖人口 这也就严重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 所以菲德奈就集中了大量兵力 准备把罗马这个祸害给除掉 八千人兑六千人 优势在我 没想到 菲德奈反而被罗马人一顿吊打 罗马大军乘胜追击 一路追到菲德奈城 然后将城池占领 这就属于典型的 强内杀不成 反背内杀 再之后 罗姆卢斯就死了 公民又投票选出一个新国王 对 投票选出一个新国王 那时候罗马国王不能世袭 必须投票选举 但为什么又叫国王 因为国王一旦选上 终身就是国王 没有任期限制 有点像姚舜宇时期那种 部罗推举制度 新国王比较温雅 所以罗马就进入了一段 平稳发育期 结果和平时间太长 罗马人披痒痒了 于是温雅的国王死后 他没有投票换了个新国王 新国王又得像奥地利 洛邦美术生 咋咋 咋怎么敢打 既然要打仗 总得有人挨打 罗马的北边都是外族 而南边是有血缘关系的拉丁族人 先打谁呢 我们不妨啊 讲下二战 二战时 元首先吞并奥地利 再对外扩张 因为奥地利跟德国一样 都是日耳曼人 而这个先吞并同族 在对外扩张的思路 最早的来自罗马 罗马就问 哥们儿 大拉丁工人圈了解一下 拉丁人一听猛摇头 然后罗马人就平退了拉丁人 人数翻了一倍 再之后 罗马第五位国王上位 这回他反过来向北打 进攻伊特努里亚城邦 赌取了大量土地和财富 然后第五位国王又死了 第六位国王登基 第六位国王是奴隶出身 原本一辈子就是牛马 但因为长得比较帅 跟我一样 就被公主看上了 当上的驸马爷 走上人生巅峰 结果没想到 国王嗝屁后 这跟我一样帅的帅哥 又当选国王了 巅峰赛吃鸡 长得帅就是如此烦恼 唉 虽然第六位国王成功逆袭 但是他没有忘记出心 因为出身底层 他最了解罗马的真实情况 早些年 罗马人干土匪的时候 大家都是穷鬼 所以大家军分财产 非常和谐 但随着罗马的土匪事业 逐渐步入正轨 军分那一套就不再适用了 得学习下文明人的制度 罗马是蛮子嘛 蛮子学文明很正常 哎 幕后二冠 比如先进的奴隶制啊 先进的贫富差距啊 让20%人掌握社会 大部分财富 80%的人留在底层 勇士轮回啊 就很先进 结果这样搞 出大问题了 因为那时候 罗马把战争变成一门生意 打了胜仗 可以瓜分战利品 什么牛羊啊 布匹啊 金银啊 人啊 都属于战利品 干活 你可以把战利品看作利润 既然有利润 成本就该自己承担嘛 所以罗马士兵的武器装备 一直都是自掏腰包购买的 既然生意 就有赔有赚 常言道 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富人靠科技确实不假 但穷人靠变异 全刺是胡扯 自古以来 穷人的唯一办法 就是精神胜利法 有钱人上战场 往往花大价钱 打造最顶级的青铜甲 这样别人打你 你只能听到一堆叮叮当当 最后屁事没有 但穷人上战场 凑穿牛皮都费劲 所以只能祈求神秘力量保佑 伟大的罗马神啊 请赐以我金刚不坏之身 哥们儿 我们都在那边 拜战神马尔斯呢 你在这干嘛 我 也拜神啊 你拜美神维纳斯干嘛 拜维纳斯只会变美啊 怎么了 我想变美不行吗 懂得 懂得 你想干嘛 你不要过来啊 啊 面对这种情况 国王陷入了沉思 I have a dream 无论贫富 罗马人都能毫无故意地杀人放火 奴役外族 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暗能分配 他按照财富水平 把罗马人分成了六个等级 第一集是土豪 提供最昂格的重装步兵 人数八千 第二三四级 就是富足家庭 中产家庭和一般家庭 每一集只提供两千人 等级越低 装备要求越低 第五集是穷人 他们提供三千人 主要作用是扔石头 真扔石头 投石兵了解一下 最后一集是穷人中的穷人 由于连张石头用的投石锁都买不起 只能输一百人当拉拉队 原老院 我爱你 原老院 我爱你 另外 贵族里还有一千八百人当骑兵 这群人打仗的时候 虽然帮不上大忙 但只要形势不对 立马就能润 生存能力极巧 不亏而贵族 润都可基因里了 再加上五百个工甲和吹号的 罗马已经能在战时 组建一支约两万人的军队 对于平民来说 需要提供的人数不尽少了 而且装备要求还降了 相当于参加战争的成本也降低了 那自然是极好 但对于富人来说 这属实有点离谱 因为改革要求他们 提供八千名昂贵的重装步兵 类似斯巴达那种战士 你们千万不要为电影误导 以为斯巴达战士不穿衣服 斯巴达然是穿衣服的 不穿衣服的 那是法国的祖宗高卢人 他们喜欢国体打仗 据说跟他们的信仰有关 当时的重装步兵 身上有青铜甲 头上有青铜头盔 胳膊和小腿 还有专门的臂甲和静甲 继续就没了 虽然罗马土豪不煞钱 但价不是量大呀 而且重装步兵往往冲在一线 是玩命的活儿 表面看起来对罗马土豪极度不友好 但仔细想 其实不对 这是对土豪的史诗级加强 为什么这么说 虽然罗马的军事开支 现在主要由富人承担 但是因为军队中 战斗力最强的重装步兵 是富人提供的 也就是说 实际上罗马的军队 变成了一支富人的军队 枪杆子完全被富人把控 俗话说 枪杆子里出政权 也就是说 富人开始掌控罗马大政 而富人和贵族 往往又会互相勾结起来 形成利益共同体 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个利益共同体做大 国家逐渐被架空 公元前509年 富人和贵族 已经厌倦了国王的存在 于是他们索性把选举选出来的国王 赶收了罗马 结束了罗马的王政时代 新的政权没有国王 最高冷袖教执政官 有任期限制 相当于现在的总统 只不过罗马政政官一年一任 每年都选 比较折腾 除此之外 贵族们还保留了两个机构 一个元老院 一个部罗大会 这两个机构 分别对应西方今天的上议院 下议院 或者参议院 众议院 因为罗马这一套正式制度 并没有产生国王 因此我们管这种制度 叫共和制 精准的叫法叫贵族共和制 从土匪山寨开始 罗马经历了村的阶段 又经历了镇的阶段 后来罗马做大之后 北方的科尔特蛮子 屡次南下攻略罗马 为了抵御入侵 罗马人在城外 建了一堵城墙 罗马终于变成了罗马城